这里是三峡区接受里的开心农场 原本是一片荒地 里长王岐川和志工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整理环境 打造一片开心农场 成了接受里的后花园 日前才开心的带领着环境认证的委员来参观 获得一致的肯定 但27日不抵美极台风的狂风大雨 已经结石累累的木瓜树倒了 一地的蔬菜也被雨淋的皱巴巴 看到美丽的农场变了样 让平日用心灌溉呵护的里长以及志工们 相当的不舍 这边是算还是没有很大的灾情 除了一些树枝的孤岛跟落叶的话 那在阿斯坑西山路这边比较严重以外 那可能就是我们开心农场这边 有一些水果跟一些香蕉 跟一些蔬果受到一些损害 不过都在我们的控制当中 里长王岐川表示 开心农场是接受里面的后花园 目前农场内种植了将近50种的蔬菜还有水果 这些蔬菜水果都是用作里内办理老人共餐时使用 有机的蔬菜让长辈们吃得健康也吃得安心 吃到农场受到台风的破坏 志工们一早便二话不说的赶来协助复原 希望早日恢复美丽的景象 那在我们这边我们种大概种了两年多的一个木瓜跟香蕉 大概有大概三四颗左右都倾倒了 那我们的志工伙伴们大概清晨大概六七点 就已经陆陆续续过来帮忙清理开心农场的一些果树跟菜园 那目前为止应该都已经恢复恢复差不多七八成 把倒地的木瓜树扶起被雨泡过的蔬菜也赶紧先采收 一起一起的农地也加以复原 在里长和志工的合作下 要让农场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原来的开心景象 中央新闻沈静华罗志宗三峡报导